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不但辞之宠而言之复言 太上婆心凡夫叮咛 致意敬意 这个话说得非常恳切 一句句真实 圣贤人的教会 不怕重复 它跟世间的文学不相同 文学着重在美 避免重复 中国古人要求的 解药下面 可是佛菩萨是劝化众生 众生习气非常重 越不是几句话 即便就能够叫他回头 所以 借尽苦口婆心的 不应其烦 重复的交接 我们在佛经里面 看到太多了 一部大薄若经 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 重复了几千遍 给人最深的印象 金刚经虽然不长 只有五千多字 而受持 读诵 为人饮舌 重复了几十遍 凡是重要的开始 但是 佛菩萨总是不厌其烦 业在重复 感应篇这个文章是中国人做的 重复的地方不多 各佛的经教不相同 但是重要的 讲道 杀道淫妄的夜阴古包 还是重复了几遍 这个意思我们要深深的去体会 尤其是对现代社会的人 他迷得太久了 社会诱惑的力量太强了 如果不时 天天反复叮咛 在这个社会上 不被诱惑不知堕落 这个人 决定是再来人 决定不是凡夫 凡夫肯定做不到 我听一些同学们给我讲 大陆上 有很多很好的年轻法师 有志于金教 学习 法院红华立生 他们 很难得的 有个机会 到香港 到海外来学习 但是 没有隔多久啊 听说他还俗了 他退堕了 原因是什么呢 经不起 外界 凝利的诱惑 经不起五一六成的诱惑 这充分显示出 佛法里面所说的 末法时期 法弱 莫强 什么法弱呢 我们对佛法修养 学习的 这个力量 弱啊 什么叫磨强呢 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 这是磨强啊 发的是好心 经不起诱惑 古今都不例外 古时候 社会 人心 淳朴 也具有诱惑的力量 没有这么强大 稍具 道心的人 还能够把持得住 在那种情况之下 你看 祖师大德 建道场 培育人才 还要放在深山里面 与都市 与农村 各局 我们就想象到 他们的苦心 住在深山里面 物资的供应 极不方便 都需要人工搬运 为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明白了 尽量对初学 减少外缘 减少外在的 让他们心定下来 一直到 真正对宇宙人生的 理事 因果 明白通达之后 能够经得起考验呢 这才让他下山 减乎其教化众生的使命 如果 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智慧 决定不能够离开思域 决定不能够离开老师 这是道场 私有的大恩大德 给我们最殊胜 修学的 真山人 古诗后行 现在难了 现在难在哪里呢 社会风险变了 潮流变了 现在全世界 都在讲求 民主自由开放 佛法里头 讲不讲 民主自由开放呢 跟主说讲啊 到什么时候 讲民主自由开放呢 到民心建信之后 华藏世界 极乐世界 一真法界 是开放的 是自由的 一丝毫的限制 都没有 但是 在受法界 在六道里面教学 不行 这些众生 没有觉悟啊 没有觉悟 那就要认真管教 不听管教 决定不能成就 那么提倡 民主自由开放 现在是风气 如果我们反对了 这是不合潮流 而实际上 破坏政法了 就是这个口号 破坏政法 破坏社会的安定 破坏世界和平 诸位要是很冷静的 去思维 去观察 你才能晓得 人在没有觉悟的时候 环游自私自利 还有明文立养 还有贪嗔痴慢 事出世间 大声大行 给你有限度的自由 民主自由开放 是给你有限度的 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 就像学校管理学生一样 小学生 不知 管教就要很严格 换一句话说 民主自由开放的幅度很小 到念中学 年龄见长 智慧逐渐开了 民主自由开放 再给你放宽一点 到大学 你已经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 这个开放就更大一点 圣贤人 教化众生 一复如是 随道完全开放 这是发生大事 你见死烦恼破了 尘杀无名都破了 才可以 如果在反复地就无限制的开放 这个东西 随便宽态 随便是 随便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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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张道的 抹害众生的方法 不是佛救度众生的方法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 圣贤人的教会 圣贤人的教会 跟世间的文学完全不相同 那么佛经在中国翻译 多少要迁就中国人的爱好 已经将重复的地方减少了不少 减化了 古德已经想到这一层了 依旧还保存一部分的重复 这是不能不保存 如果完全依照中国的标准 佛法就度不了中国人 所以佛经的题材 在文学史上称之为遍体文 不是中国正规的文化 是属于遍体的 一般讲的通俗的文化的 比中国古文前嫌多了 总而言之 希望别人一看都能够明了 都能够得受用 这是以金大四的智慧善巧方便 所以太上感应平在末后将这个杀道引呢 有特别重复 这是以比喻来说明 造作这个杀道引呢 有极重的罪业 古时候 这个腹是肉干的 肉是坏了的啊 腐烂的 现在人讲的是 这里面有幸运 这不能吃啊 针酒 这诸位都知道 毒酒啊 你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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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这些东西做饮食 不但你不能得到赞保死亿机制 诸节里面说 人事 饮啥 兄弟等罪 其事卑微 其人不多见 这是从前人说的 现在人 饮啥 兄弟之嗣 这个逆就是违背冷场 现在在这个世间 我们常常听说 儿女杀父母 兄弟互相残杀 同学互相残杀 这个事情 很常见的 从前是不意有 唯一不意见 现在是很容易看到 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 你是这个社会这么大了 唯取才一道 轻便万化 不可穷解 但是这个非一取才 古时候也常见 天下无不用才之日 在天下无不取才之人 不易不应该取的 不是你应该得的 总是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 要获得 他不知道后果 灾祸之大了 他没有想到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因果通三世 欠命 决定要还命 欠钱 决定要还债 逃不了债 何必要欠来世债 这是最不知之举 最愚蠢之死 有人告诉我 今天报纸上听到 韩国杀了几十万头牛 杀了几十万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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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没有报仇的心 他要来报复 你怎么能够成当 佛在经上讲 杀生所招致的灾难 刀兵截 战争 战争怎么起来的 云云云云相报 怎么化解呢 慈悲心却化解 这些牛羊 你所养的家畜 他生病的 都是属于夜暴 他为什么会生病 人的贪心 导致他生病 中国古人说得好 病从口如 你们 喂牛羊的饲料 是些什么 现在是人工化学培养 所以他吃的东西不卫生 他的病是你导致的 你让他生病 你不给他治疗 反而把他都杀掉 这口愈烟气怎么处 所以想到这些地方 就知道后果可危 这些事情不敢做 稍稍凝离的人 决定不敢做 遇到这个情形 通勤大理的人 绝不用这种手段来处理 应当 营救 改进 他的事物 朝野上下了 要修慈悲心的 那么这是佛法里面说的 现在世间人 心目当中 佛法是宗教 是明信 完全不能接受 那这就没法子了 我们从很小的地方 来观察 我们一般家庭 厨房里面 都会有些小动物 苍蝇 蚂蚁 蟑螂 这种常常出现的 不懂佛法的呢 用杀虫剂来对付这些小动物 把他杀死 消灭 可是还是常常有 学佛的人 用的方法不一样 决定不杀他们 决定用慈悲心对待他们 反而过一个时候之后 自然没有 他有灵性 他会受感动 你对待他好 他不会来扰乱你 你对他不好 轻慢他 杀害他 他是没有力量来报复 一旦有力量的时候 决定报仇 不杀神 要严格 受持 不偷益 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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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妄于 佛家讲的四重戒 这四条是根本戒 决定要受持 以持戒的心 持戒的意念 去修十善一道 这个十善才能够修得圆满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